那它这个跟刚刚这一题有什么差别呢 最大差别是它里面有三个刮壶 一个刮壶 可以用Find 两个刮壶 那怎么办 还是继续Find吗 三个刮壶 那头痛了 所以特别注意 像这一题的话 如果有多个刮壶 你就要思考看看有没有别的方法 什么方法 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像这一题 你会发现刮壶第一个 它的位置都在一样的位置 都同一个位置 所以你可以用 在这里面有个方法 其实如果里面 假如说是同一个位置 或者是同一个符号的话 其实各位可以用资料里面 有一个叫做资料剖析的功能 这个部分的话 相对会比较好解决 也就不用用函数 那什么叫资料剖析 特别注意 第一步如果你要剖析之前 请你要告诉他 你要剖哪些范围 所以这个范围要给他 一选取这个整个范围 我是建议你可以慢慢练习 向下选取 以后慢慢习惯不要用选的 这样选第一个 Ctrl shift 向下 如果是整个大范围就 Ctrl shift 向右向下 我是建议慢慢可以熟悉 因为这个快捷还蛮重要 尤其是质量多的时候 第二步的话 所以先选 B2 然后Ctrl shift 向下 再来的话 点到资料里面 有个资料剖析 资料剖析 它可以怎么剖呢 你按照符号 符号 你符号好像这边没办法 刮符应该是两个 所以变成如果用符号 其实并不恰当 因为你跟它做两次 另外有没有别的方法 有固定宽度 刚好这个地方宽度是固定的 所以我们选择固定宽度按下一步 那位置的话特别说 接下来它就问你说 那你要怎么去分割它 所以请各位点一下 上面这边有个尺 你把它点一下 这条线 记得要点准 因为它如果点歪了 就可能会选到不应该 点歪了 如果点歪了没关系 这个线是可以移动的 按住不要放 移过来 点歪了可以移一下 点歪了移过来一下 OK 点一下 好 那意思就是说 我已经把资料分割开来了 OK 下一步 再来的话 那我要怎么把我要的这三个东西 放在这三个地方 特别注意 接下来 你就告诉他说 这个资料 我不要 这个资料 我要 要的话不要动 主要把不要的部分选抢 这个我不要 这个我也不要 这个我也不要 那就是人家中间的 OK 那中间的要放哪里呢 跟他讲说 你就帮我把中间这些东西放在C2的储存格 开头 其他就往右 帮我把他整个放满就对了 OK 按确定就可以了 按完成 好 那你会发现 再按确定 再按确定 资料呢 有没有 就帮我怎么样 一个一个的剖开来 剖开来之后的话 把这个资料放在这里 把这个资料剖开 放在这里 有没有 剖开放在这里 这样子的话 就大功告成 不过特别注意 这边有个前提 就是位置要一样 位置如果都一样的话 那可以用资料 里面的资料 剖开 把它切割开来 OK 那其实 像我后面其实还有延伸的课 各位有没有发现 旁边有两个按钮 其实将来 你如果经常做的事情 甚至你可以 产生两个按钮 然后当我按下这个按钮 它就自动完成了 有没有 不过这个就是后面我讲的 你可以把你常用的功能 把它写成对应的程式 它就可以帮你怎么样 把你要的动作 全部都把 就是你前面资料更新的 后面只要按一下按钮 那你的结果就出现了 甚至你后面像配合枢纽分析表 热化表画图 其实也是一样 可以把它串接成一个完整的动作 那就自动全部 只要前面资料更新 然后面结果就自动看到了 你这样好是不是说 你以后很多事情都可以不用再重做了 我觉得工作起来应该感觉也会满愉快的吧 OK 那每天就是按按钮 事情就解决了 剩下你有更多时间就可以思考 你应该要做的事情 OK 那至于这个后面的按钮怎么做了 如果有兴趣可以把奖励看一下 上面有说明 只是说因为我们时间没有那么充裕 所以大概就跟各位讲一下 在带给各位 然后也要再还给各位